中国的商务部的原副部长魏建国公开表示 中国出口管制芯片重要的原材料只是开始 中国反制的工具还有很多 这是他参加了一个交流活动的时候 说8月1号起要对家者相关物相经管制 他原话是这只是中国的反制开始 中国的制裁手段种类还有很多 如果对华高科技限制继续升级 中国的反制措施也会进一步升级 任何利用霸权主义企图推动脱钩锻炼的行为 包括打压中国企业最后就是搬起石头咋自己讲 这是咱们判断也是 就是搬起石头咋自己讲 我看底下留言说中国日给他们存了四个月的库存 难道这就是比狠吗 为什么直接开始 大家想想如果你要是突然间这样 这可能是没有这四个月给对方有库存 大家想想是不是他现在就死了 中国要的是他死吗 中国要的不是他死 中国要的是他半死不活 就是要打疼的 也就是不能让他死 让他用这四个月好好想想到没库存 这个库存越来越少的时候 那你想想这种煎熬是最大的 和你现在就死掉 他没什么感觉 你说就是凌迟和这个直接砍头 是吧 砍头还相对好一点 中国现在就在凌迟啊 这里边这个魏建国他讲这个只是开始 我觉得是没错了 据我现在看俄罗斯的一些媒体在判断 中国还有重要的一张牌 就是锂矿 这个锂电池 如果中国用自己最最最厉害的锂 这个工具来 俄罗斯现在在猜测 这可能是最终的终极武器 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西方世界 包括美国拜登搞的什么新能源 就彻底完蛋啊 咱们讲了美元 未来可能要抓住新能源改革啊 他要给自己翻身的啊 后续的所有的债要依靠啊 新能源啊 先看这个没有了中国这个新能源啊 帮助啊 锂这块啊 中国俄罗斯现在涨过大量的锂矿啊 那也就意味着美国是彻底完蛋啊 而且现在在啊 在这个南美洲啊 大量的这个锂矿 现在俄罗斯和中国正在控制 同时美国人也在与中国合作啊 我呢 再提一个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有合作的项目啊 是什么呢 是玻利亚维亚的锂矿 我刚刚这个几天前给大家谈过啊 这个锂矿就非常啊 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这个6月29号 这个6月29号中国中信国安集团 波列维亚国营公司签了一个关于建设碳酸锂提取和生产综合设施的一个框架协议啊 是三方合作啊 这是在位于波托西省的帕斯托斯格兰德斯水利啊 矿泉延爪啊 具能量啊 储能巨大 但是基本上没开发的一个锂矿资源这儿啊 三个公司啊 准备在这儿建合作 这个项目呢 规模啊 有一个俄罗斯啊 油衣公司 应该叫做核能公司啊 在俄罗斯成功研发锂开采技术啊 这个 这是第一个国外项目啊 这个是 这个布列维亚的 投资大约是6亿美元啊 设计产能是年产2.5万吨碳酸锂 估计网纳也要去布列维亚了啊 经过资源研基础的进一步勘探可以提高产能的 那第一阶段就是25年启动啊 锂矿开采通常呢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这个项目使用现代资源节约技术 可以再生资源等等 就是叫做绿色锂资源 锂矿开采对环境污染 你说这个外国部罩知道啊 中信国安要投资8.57亿美元 考虑投资啊 电池厂和汽车装配厂啊 要创造真正的 也说俄罗斯开采 然后呢 中国开始生产电池 你看这个装复配合他 然后呢 这个可再生资源这块是俄罗斯负责 目前布列维亚的锂资源估计是 2100万吨 这个矿区约是500到800万吨 那这个美国地质调查局就认为呢 布列维亚的锂的储量占世界的1% 布列维亚目前没有进行过商业锂开采 现在为了现代化生产啊 需要解决当地相关的复杂问题 这个复杂问题可能就是美国让步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这跨公司认为这个复杂 那我就得投入 就很显然利润降低了 而这个低利润的一般是 他要交给中国和俄罗斯公司来干 这布列维亚也受益 布列维亚方面先获得先进的生产 对吧 还有这个理提取技术 对吧 这就增加了政府收入了 对吧 还有提供头部企业需要发展的当地交通啊 能源技术设施啊 对吧 企业能够进行分包工作啊等等 同时呢 还要解决人员培训问题啊 理生产的发展启动啊 就推动整个地区发展 就俄罗斯公司和中国公司来干 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呢 还在这个实施一个叫埃尔阿尔托 建一个研究技术中心啊 而中信啊 他这个集团是要创建一个核技术啊 要应于医疗啊 农业上啊 给这个布列维亚医疗机构替代 进口方式用药物啊 每年要产5000多啊 患者提供临床实验啊 给他们提供实验 这一个创收项目 布列维亚呢 是他的总统路易斯阿尔赛 亲自控制这个项目 与这个 就是这个阳矿项目 与相关的核研究技术中心是一起 一起建的 也是由总统亲自控制 那个该国新的产业链出现以后呢 就可以给该国的核研究啊 一个创造一个条件啊 就是布列维亚现在连核研究都没有啊 俄罗斯直接给他干 这当然是好项目了 对吧 跟当年中国这个俄罗斯 对吧 苏联啊 给中国几个项目差不多了 这产量落地也就是 在二五年吧 对吧 而美国就非常有趣了 美国在该地区应用力非常高啊 那结果是俄罗斯和中国击败了 特斯拉旗下的一个公司啊 特斯拉也参与招标了啊 俄罗斯联邦和中国企业获得这个礼矿啊 可能就是这个西方和中国俄罗斯达成一个某种妥协 因为这种大型项目这么长期没有妥协啊 没有这样的协议啊 基本上不可能实施了 那美国绝不会让你搞成的啊 就你绕不过美国长臂管辖啊 他绝对不会让你在这干啊 那一定是俄罗斯和中国达成妥协 这就咱们接刚刚讲 可能就是获益啊 获益方面美国人算笔账 美国代表呢 可能有兴趣啊 像这个布里巴亚方面啊 提供相关技术啊 就是出口技术来获益 这个获益也是相当可观 明显原因就是美国资本家不愿意处理当地的什么土地征收啊 对吧 你看这个暴力拆迁呢 土地征收啊 包括处杂什么路况啊 一些发展 它是发展国家 这些情况 这些资本家不愿意出钱 这个非常复杂 那他想保留对这个 发达国家主要市场理智成品销售控制权 以它为交换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最后还是到发达国家销售 还得是以我的网络来销 你中国和洛斯不能销 可能做一个交换 这样的话呢 我就让你在这开采 你看背后都有商量 那这个 咱们说原子能公司和中国企业 应该是承担所有的相关的所谓的社会成本 那就是拆迁 包括污染 治理等等这些 俄罗斯该来干 中国来干 美国控制的公司呢 可能是以长期活动 还有折扣价 来购买成品的金属 应该就这意思 特斯拉来购买成品金属 而且用在他生产的成品上面销售 然后那独家 应该就这意思 那我说这什么意思 中美俄在合作呀 大家看到这就是中美俄在合作呀 你说这个世界打他们三家在打吗 你看闹得轰轰的 是吧 在干吗 台湾人天天说中美和这个美俄在干 但你看他们背后在合作呀 市场供应的增加就可以缓解供应的紧张 那这样的计划啊 比你单独去开采理矿 是吧 美国自己开采 然后一帮环保人士 一帮这个拆迁 找你麻烦 是吧 更合适啊 这个解决拆迁估计瓦巴纳要上啊 大厨要上啊 这个 俄罗斯计划在25年 在加林哥启动啊 锂电池生产 他也要干自己的锂电池了 啊 为支持这个生产呢 每年需要啊 一万吨碳酸锂 不利外亚的供应主要是满足这个需求 就他未来的锂电池生产 在加林哥勒 你看在加林哥勒 那是什么 那是个非逼啊 那时候他后续这个产品要出口到哪 欧洲吗 你想想他已经准备在往欧洲出口锂电池了 那你可以想想这个 欧洲能用啊 这个俄罗斯锂电池的是哪一家公司 对吧 目前啊 生产状况看俄罗斯的锂矿开采 最迟可能在30年建成投展 因此在波利维亚的稀缺金属呢 就成为未来6到8年啊 他们一个主要原材料 而且已经谈妥了 跟美国人谈妥了 波利维亚项目是一部分啊 这个仅能获得一个这个长期盈利的合同啊 还能够掌控这个战略资源啊 对现代工业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啊 好疑问中国也是 中国在这个锂电产业链上也是领先的 也是空掌握这个锂矿的资源了 输出电动车产业链了 对吧 波利维亚南美洲啊 以后中国的电动车对吧 就在那直接生产了 一切都是有利可多 那你看中国俄罗斯美国啊 只要有利 双方之间是可以做来谈的啊 并不是像很多人讲的啊 那为什么台湾这块就不能谈呢 我觉得台湾人一样明白 人家在交易你啊 肯定可以谈的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